好 回來再談 東南亞的人口販賣跟詐騙的 整個產業鏈 我們現在非常熟悉的是 柬埔寨的西港 緬甸的KK園區 其實還有一個地方 我們忽略了 柬埔寨的波哥山 有媒體爆料 疑似有500個台灣人 現在還被關在那裡 等待被轉賣 波哥山是什麼角色呢 據說是專門在藏匿那些 我們被騙到海外的年輕人 在賣之前的一個中轉站 中轉站 轉賣 那麼從這裡到詐騙集團 一些地方或者詐騙集團 要把它轉賣走的話 就會集中在波哥山 然後波哥山 其實是在柬埔寨的南邊 那麼南邊這個地方 其實都已經距離海邊 已經非常近了 阿菲 真是這樣子 我在看我們今天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剛好因為我經常去柬埔寨 過去吳歌窟 認識那邊在地很多外國人 這邊做研究的 那我就聯絡他們說 你們這些台灣現在那麼多 你們有沒有外國人被賣啊 都沒有啊 那我現在還有其中一個 學者好朋友 就在波哥山南邊的 Coconut Beach 就是很近 他還在那邊度假 我說我的媽 你在那邊度假 我那邊有那麼多的人 就在你旁邊的波哥山 被囚禁了 對 然後他就跟我描述說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的資料 在畫面上看到 波哥山其實在這個地方 其實是一個在 整個柬埔寨南邊當中 非常非常氣候宜人 它是在大概1000多公尺的 高山上 山坡上 這個地方其實是在過去來說是 早些古代 包括近現代其實也是 包括是柬埔寨早年的皇室 乃至於殖民時代當中 一個非常好的度假生地 我們畫面上看到 在平常其實包括在秋天季節 交換的時候 春秋季節 它其實是霧氣繚繃 非常美 而且它位子很高 它可以俯瞰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貢布平原 然後沿到剛剛我講的部分 貢布的這個部分的海邊 但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其實在最近 對 它其實就是因為 過去是度假聖地 所以在早先其實有很多的 所謂興建的各式各樣的旅館 大的 甚至還有度假山莊 然後別墅跟民宿非常多 特別是在疫情之前 我們現在上畫面看到 疫情之前有非常多這樣子的地方 特別是中國大陸過來投資的 但是因為疫情的部分的關係 這些漸到一半的 就變成一個爛尾樓 荒廢在那裡 所以我們在畫面看到 其實在波哥山有非常多爛尾樓 非常多 非常多 這很多嘛 對 而且現在包括剛剛講 我的外國朋友都講說 其實原來那邊正在營業 原來很好的 包括這些旅館跟民宿 現在很多都永久停業 也都荒廢了 那麼現在荒廢的地方 當然這個部分已經太荒涼了 但是如果有些度假村 已經蓋好了水電都已經通了 但是荒廢營業不下去了 就被人蛇集團拿來利用 就霸占了 霸占的地方 因此如果你是人蛇集團的 這些蛇頭 你其實是在這個波哥山上 一邊度假 掌用這些美好的風景 然後一邊就是控制這些 我們剛剛講 包括台灣 馬來西亞 這些人蛇集團的 這些已經等了是努力的 這些所謂的一些豬仔在這裡面 好 我們現在視訊連線 在太北的台商Alice 跟我們談談當地的情況 Alice 你好 Alice 剛剛其實上這個也在問 他說為什麼專門找台灣人 為什麼 基本上 我是這樣想 他不是專門找台灣人 而是說 譬如說我2019年我就遇到 他們是找了 他們自己大陸人 我當時到 到廬山去我就有 跟當地人聊就知道這個情形 但是從2010年開始 中國大陸就已經不允許持觀光護照到 到國外來旅遊 然後 接下來後來 他們也緊接的 就是他們在西南邊境的地方 那個電網已經 已經全部架起來了 所以走一般自然通道偷渡的人也不可能了 那當然台灣這邊進出是自由的沒有受影響 所以我想 他可能就陰錯陽差的成為主要的貨源 Alice 據說 因為你台商在當地也認識非常多的華僑 也有在地的華僑被拐賣被騙去做詐騙工作的 連當地華僑都有被騙 其實一部分是被騙的 一部分其實並不是被騙的 是以為說 這個工作是合法的 那甚至於不只是華僑 連泰國 就是本地泰國人 泰裔的也是一樣都有 而且 還 事實上我們不能只Focus 是不是只有台灣人或大陸人或是泰國人 整個這個地區周邊 只要他們能找得到的人 他們都要 譬如說 泰國人還不會講中文的 可以照樣做泰國市場 對不對 老臥人就做老臥市場 柬埔寨人就做柬埔寨市場 緬甸人做緬甸市場 他們是市場的思維在操作這個東西 而不是我們想像的那個樣子 所以譬如說是大家講到的 可能是不是會有那個器官移植買賣等等 其實我們從那個角度去看 台灣人的健康比較好 有健保 獲得質量穩定 品質好 台灣之光 好 謝謝LS 再提幫我們做觀察 不過說到這些詐騙集團 他們現在主要的據點都是在柬埔寨 緬甸 在西港 在KK園區 據說呢 他們準備要轉移陣地 對 因為明年呢 2023年的話 在柬埔寨這個地方還要舉辦 還要主辦東亞運動會 然後呢 你想想看 在之前 因為為什麼會弄成這麼嚴重 就是因為之前他有這些博弈的事業 那那個時候呢 博弈的事業 他發了很多的賭牌出去 他的政府 柬埔寨王國 是收得到錢的 那你現在把這個名稱弄那麼臭 但是呢 這些人也是不繳稅的啊 你沒有繳稅的話 對他們來講的話意義不大 所以呢 大概就是要準備動手了 那外傳 在地政府也準備要 對 也準備要動手了 那原本是說12月底 那最近因為新聞弄到太嚴重了 所以呢 就說9月底 那9月底的話 這是什麼概念 就是說呢 如果你的親友 真的你現在聯絡不上 或者是他還是在柬埔寨 我覺得這時間是相當的緊急的 因為現在在台灣這邊已經有一些 這些人會被帶走啊 他們轉移 把人也帶走 他現在已經在清倉了 清倉什麼意思 因為你在那些園區裡面 你只有他的物業 但是也沒有他的土地 所以呢 他現在就是轉賣給當地人 但是因為他們當初買的這些物業有沒有 這些房子太貴了 當初其實柬埔寨在西港那邊的話 他的房價是漲了10倍有 所以呢 他現在已經等於一個高價 在高價的話 當地人其實也接不下來 那接不下來的情況下怎麼辦呢 他現在就是連同這些房子 然後連同他現在手上的這些豬仔 我現在整批在台灣劃給 有沒有人要 有沒有人要 那現在的話你風聲這麼緊 誰敢要去接這個東西啊 而且他們也怕說我去接手 反而被你騙一手 但是那這些東西你想想看 如果台灣這邊的黑幫 不願意接手 會淪落到哪裡去 我可能當地整個就把他打掉 打掉的話 所以將來會更難找更難營救 他會直接讓你就是 簡單的來講 就是化整為零 他不會讓這些人回來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黑幫 他還是有其他的生意 你回來之後呢 你一指證 我不是麻煩嗎 那你又沒有辦法幫我賺到錢 我乾脆就在當地處理掉 所以如果在九月動手之前 這些人沒救回來 對 在九月底之前 將來有可能更難救 對 我覺得應該就沒有機會救回來了 好 我們剛剛既然談到了博弈 小玉 其實線上博弈是 詐騙集團的前身 很多詐騙集團之前都是做博弈的 甚至做線上博弈 很多年輕人呢 他們在台灣是做線上博弈 所以他們就認為沒有問題 以為到海外也是做線上博弈 沒有想到誤入詐騙的陷阱 可是重點來了 重點就要告訴大家 如果你進了這間公司之後呢 它會有幾個陷阱 幾個陷阱 就是第一個 就是你會在A公司面試 譬如說在那種高大上的公司面試 面試完之後 你一定可以錄取嘛 錄取完之後呢 它就把你帶到了 所謂的一個那種公寓的部分 就開始來做訓練 訓練完之後呢 你就被帶到B公司來上班 而且重點是 你A公司跟B公司 完全是沒關係的 你不覺得這邊開始就非常的奇怪了嗎 A公司只是一個招募人的幌子而已 對 所以A公司都會門面很好 那再來就是說 你進去之後 你做的工作 而且要開始要用簡體字 你發現說我是台灣人 為什麼我的工作都是用簡體字 因為要去騙大陸人 對 而且你的這個術語 都要去了解中國的一些賭博的一些術語 什麼叫做充值 提現這些術語 因為聽說他們的流量非常大 就是說你一天至少要流量 四千多條的訊息 就要一直回 一直回 那另外你還要負責去 幫人家這個賭客 去做那種交易的憑證 去解決他們的事情 所以還滿忙的 那再來第三個 他竟然叫你上班的時候 要把手機給交出來 所以他這個一個袋子 一個袋子是讓你放手機的 對 你要下班 所以一進公司 手機就先放在門口的袋子裡 回家才能夠領 對 你的上班就是很奇怪 你上班都不能帶手機 而且這個公司 通常都不會有紙本 他們把所有的機密都存在雲端 還不能有紙本 怕你帶紙本出去 而且更厲害來了 如果到時候他還會教你 如果到時候警方 如果衝進來的話 他們會有一個按鈕 直接把你斷電 斷電完之後 還會把你的那個什麼 電腦全部都格式化 所以他還會教你一個保命絕招 所以這個還滿厲害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都不能透露自己是台灣人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每個月領到的薪資單 很奇怪 你可能上個月領到的是 數位公司給你的薪資單 然後下個月就是科技公司 所以他就換公司名字 對 然後再下個月 可能就是娛樂公司 所以他很多一些奇怪 你會讓你覺得非常的奇怪 但是呢 可是你又說不出他奇怪的地方 因為他會跟你講說 我們這邊是這個 譬如說菲律賓的 我們有菲律賓的這個執照 我們有這個正牌的執照 而且我們就會 把你封鎖台灣的IP 就避免台灣的賭客上線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金流都不在台灣 所以你會有時候 有些年輕人會搞不懂你在幹什麼 那其實 踏入線上薄弈產業 等於是已經踏入陷阱的第一步 沒錯 那有多少台灣人在做這樣的工作 這個本來那個 那種人力銀行保守估計說 大概是至少是三萬人 但是事實上 他們自己私底下透露 至少超過台灣的十萬人 在做這樣的工作 因為我剛剛講的只是簡單的客服 那事實上你除了客服之外 你包括還有軟體的工程師 他們會從這個 譬如說你工業做工業電腦設計的 遊戲公司的這種軟體的工程師 他們通通都要需要招募這樣的人才 而且開的薪水通常都是台灣的 1.2倍到1.6倍 所以蠻誘人的 但是他們有講過 就是說 你知道我以前在這個 人力銀行服務過 他們說就是來做這樣的case 就是有那種中國的老闆 他們來招募的人 都是主為中國的老闆 而且他們的那個 金主是中國人 對 然後這國籍不一 有來自什麼賽普勒斯 有來自一些奇奇怪怪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中國人 那這些中國人有一些特色 就是說他們都很低調 然後告訴你的名字 絕對都不會是真名 都不會是真名 然後你告訴他的那個資金 他們大概也都講不清楚 可是他非常的大方 就一口氣 可能飯幾十萬就在桌上 跟你講說我有六間公司 我一次我一間公司 我就要招募一百個人 你知道我以前在人力 我以前在人力那個獵人頭 你知道我們這個一個case 這種招募一個case 大概是二十萬 就是我們可以抽至少二十萬 公司可以抽二十萬 對 一次要給你開六間公司 一間公司要找一百個 八手筆 對 其實是非常大手筆 你就會知道說 這些金主 其實是來頭不小 就要招了 這個太大招募